大家好,我是Stan 最建议韩国一个综艺节目 因为太傻眼的片段 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共愤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韩国NBC电台的综艺节目 是观察发生矛盾的一般夫妻的结婚生活后 也无专家来提供建议的节目 而在12月19号的节目中 播放了初婚的丈夫与再婚的妻子 因为在养育女儿的方式上 产生了矛盾而接受了专家的建议 再婚的孩子妈妈表示 自己的丈夫对女儿有过度的身体接触 让孩子跟孩子妈妈都很不舒服 通过客厅的影片能看到 继夫抢走女儿最喜欢的洋娃娃后 女儿为了抢回她不小心弄疼了继夫 当继夫露出恐怖的表情时 孩子马上就紧张的道歉了 在孩子道歉后继夫就说了 你是故意的吧 后就出现了引起共愤的片段 这位继夫应把孩子抱到自己身上 说要跟孩子玩打针游戏 用手指搓孩子的屁股 孩子多次表达了反抗跟恐怖 但是继夫没有停止自己的行为 用双腿锁住孩子不让孩子抛走 在这个片段孩子说了这些话 不要这样 不要 妈妈拉我 不行 不要 你看到了吗 不要 啊 不要 啊 因为是自己不想要的身体接触 所以也向妈妈求助 想要摆脱继夫的这个行为 更何况目前这女儿 还没有将继夫当成是自己的家人 而在这里更严重的事情是 制作组在这个片段使用了 对于孩子的爱情 用全身表达的爸爸来形容了 而整个节目的结尾 就好像是因为继夫自己的过去 心灵受过伤 几乎是很孤独的一个人 这种感觉结束了 所以在这个节目播放后 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共愤 韩国放松审核委员会 也收到了3300多件投诉 目前制作组已删除了该片段 并发文道歉了 而这个节目在引起很大的争议后 警方也接到报案进行了调查 而这父母却对警方表示 为了想要维持家庭 让家庭变得更好 所以才出演的节目 却发生这样的争议 真的是非常荒唐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看完这个后我到现在都受到了打击 妈妈是不是该更积极的分离 继父与孩子呢 拜托 孩子真的是按照自己学习的 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但是如果这种行为持续下去的话 孩子会有多无助 专家们真的不知道吗 这明明就是儿童 应该要马上报警 我们有必要知道这个人的过去 去理解他吗 孩子妈妈庆幸点吧 孩子这么摆明的给你信号 不是吗 以我的常识 真的是无法理解妈妈的行为 难道是想要离婚却不容易 所以故意出演节目的吗 不是那样的话 能出演节目后这样吗 理解 对于制服跟孩子的这种互动方式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恩�е 又把那的日文是什么呢 几次 它比较 Williams 手提交了 怎么办 牛菜又回amas editors 葱 Bad 好的今天的影片ствие 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